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 7月1号起第一波的莫德纳疫苗 将优先开放给孕妇来施打 但台中市议员王立任就指出 市府开放的6家妇产科内 都在西屯、丰园等5个行政区 位在海线的妇产科 没有一家配合施打 质疑是忽视了海线孕妇的权益 妇产科内护士帮孕妇施打莫德纳疫苗 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 7月1号到7月5号 开放孕妇优先施打莫德纳疫苗 不过明代指出 开打首日配合的6家妇产科 包括西屯、丰园、丰园、东区、西区 以及太平5个行政区 但海线地区却一家诊所都没有 对海线孕妇来说相当不公平 这个卫生局所公布的 这个妇产科合约合作的诊所 发现全台中市只有6家 我们海线连一家都没有 那我们在这边特别呼吁 市长他如果说他说到要做到 他如果说孕妇可以就近在他 产检的诊所就可以施打疫苗 那我们希望卫生局市府能够主动更积极地 跟全台公司所有的妇产科诊所 一起来合作 消息指出目前合约妇产科5天都预约而满 莫德纳疫苗供不应求 对此台中市卫生局指出从7月2号起到7月5号会再开放18家 专责医院也包括了武器的医院来满足更广大的疫苗需求 今天下午呢 有包括这个在海线地区的武器同众的医院 然后另外就是西屯区的澄清中党医院 都可以来提供孕妇来做一个预约来打这个预防针 明天的话我们总共有25家 7月2号到4月5号有25家 那这25家合约所名单在我们台湾市政府卫生局的网页 都可以来做一个查询 会长表示7月1号当天其实海线的医院就有开放 可能是公告消息的时间和民众查询的时间刚好错开 而目前卫生局的网站也都有公告合约的医院 民众可以透过上网查询来获得最新的讯息 这里来为台中常有报道